接下來要介紹的東西叫做天然資源 地球上能夠產生的共人類利用的物質或能源 就叫做天然資源 能源是只能夠提供熱能的叫能源 太陽當然是能夠提供熱能 不過以地科的眼光看 我們地科是不管那個太陽的 原因是因為它不是地球上產生的 不是地球上產生的 如果這個物質是一個礦產是一個礦物 我們就稱之為所謂的礦物資源 所以地球上自然天然產生的 我們講過地科只管天然不管人造 天然產生的給讓我們運用的物質跟能源 就稱為天然資源 如果它是一個礦物形式的 我們就稱為礦物資源 而所謂的就是能夠提供熱能的叫做能源 那麼能源要被開採必須要具有開採價值 有沒有開採價值 不同的狀況有不同的原因 比如說有技術的問題 會不可以用的問題等等之類 比如說以前釉礦是沒有用的 不具開採價值 因為我們根本就不會用的 可是自從有了核能之後 釉礦就是有開採價值的 可以用的 這個東西的生產 以前的生產一公斤要花兩百萬 結果只能夠賣一百五十萬 當然就不叫做具有開採價值 那現在技術進步了 開採只要能 開採只要花十萬 還可以賣個一百萬 那就具有開採價值 好 以前很便宜 一公斤才五塊錢 現在很貴一公斤要兩百塊錢 五百塊錢 那就有開採價值 所以它會有不同的原因 使它有沒有開採價值 剛才說的都是技術的原因 經濟的原因 對地克來講就是一個原因 有沒有負體 東西很分散就不具開採價值 要集中很多 藍雅國中操場有黃金 真的嗎 真的 還努力挖挖挖 花了兩千萬之後得到了一萬塊的黃金 這個叫做不具開採價值 就開採價值 因為量太少 叫集中很多叫負集 它集中在一起 它集中在一起之後 就會形成所謂的礦場 或者是礦床 挖出來之後就叫做所謂的礦產 挖出來叫做所謂的礦產 所以我們就要把它負集起來 所以地克上說 這個東西有沒有開採價值 只是它有沒有夠負集到一個程度 讓我們可以很容易地開採到 那麼就是而且 不要花太多的錢 就能得到不錯的經濟效益 就是我們地科上說的 具有開採價值 那一定是有某一種作用 才會使這邊有這麼多的金銀銅鐵嘛 那有哪一些作用呢 第一個叫做熱意礦場 金瓜石 金瓜石產黃金 這個就是熱意礦場 那個古時候 那個古時候 岩漿 岩漿裡面融了很多 融解很多東西 然後呢 泡上來 塞到那個沉漸的裂縫裡面 然後開始沉漸出那些金銀銅鐵 然後呢就形成了所謂這些礦場礦床 所以就具有黃金產地 那麼 因為一些共生的關係 除了金之外 還有所謂銀跟銅 所以呢 我們的金瓜石的礦彩的來源 部級的原因跟熱熱的岩漿有關係 所以它叫做熱意礦場 熱熱意礦場 OK 它是跟火層活動有關 岩漿活動有關 還有所謂的變質礦場 就是變質岩 變質礦場 我們花東盛產大里岩 大里岩是一種變質岩 因為那邊有強烈的變質作用 所以呢 構成了這樣的一個變質礦場 變質礦場 高溫高壓之下 產生變質作用所產生的變質礦場 像我們講過花東盛產大里岩 就是因為變質作用所產生的 所以這個大里岩脈的形成 部級是因為變質作用造成 所以甚至會變質礦場 然後還有叫做沉漸礦場 就是沉漸物 各位以前就學過的 煤、石油、天然氣 都是古代的生物 遺骸、堆積所造成對不對 所以遺骸、堆積所造成 所以是個沉漸作用 然後再經由一些變質作用 什麼之類的 它變成了石油 變成了煤 變成了天然氣 所以它叫做沉漸礦場 跟沉漸礦場有關 因為煤跟石油、天然氣 都是古代生物變的 所以跟化石這一次 像是化石的一種變形 所以把它稱之為化石燃料 所以煤、石油、天然氣 稱為化石燃料 除了這個之外呢 還有其他 我們國中就沒有教 看一看就好 就是跟你講說 我的藥能夠複集 才會具有開採價值 複集出來的這個叫做礦床 或者是礦場 挖出來的叫做所謂的礦產 然後介紹了一些複集的方法 過去有教的時候 因為這個課本以前有特別教 現在沒有了 過去有教的時候 那個金瓜石是熱意礦床 行程跟火城活動有關係 是常常會問的問題 就記得一下就可以了 可以嗎 可以